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來... 明星是一個奇怪的職業就是 恐怕他們的光環要建立在 對自己的信心這件事情上面 可是他們的信心 在被別人打擊到的時候呢 還是一樣要面對 真實世界跟明星的世界 重疊在一起的時候 這種尷尬的狀況就會發生 我們今天要請指揮明星 要告訴我們 他們有幾次被人家 認不出來的狀況 歡迎五位好 你們好 歡迎 好 所以明星 如果以現在打扮放眼望去的話 應該很容易... 很不容易錯過對不對 所以克凡如果常常穿這樣上街 就不會被認不出來啊 你被認不出來的時候 應該是穿得很暗淡吧 就戴帽子啊 然後穿一個高爾夫的外套的時候 那如果自己要搞低調的話 就不能怪人家認不出來 我常被認不出來 但我常被認錯人 會誤以為你是... 董志成 那你稍微瘦一點的時候 會認成妥中康 而且是同一個轉機的時候 在同一個飛機場裡面的免稅店 同一個小姐認兩次 一次把認成董志成 一次認成妥中康 對 有一次我去當 三大南高音嘉賓的時候 跟小鐘兩個走過去 你剛剛三大南高音的嘉賓 我是啦 我是 對 董哥 是對於嘉賓這件事 有疑問嗎 你說他當拋法落地的嘉賓嗎 不是啦 憲哥... 憲哥去高大兵 你看我這樣三大南高音 李宗憲跟高林峰大哥 對...我是嘉賓 然後經過那個機場 他第一次認... 我認成妥中康 OK 然後我就買了一瓶香水 你說你心情好是不是 董志成的時候 我在跟他隔壁買兩瓶香水 可是至少他覺得 你是一個明星啊 所以他才會... 就是很少有認不出來 但是會認錯 會錯過Gino吧 會覺得他可能是一個 滿好看的 對 某個時尚的年輕人 滿好看的年輕人 可是會... 也許沒辦法明確講出他是誰 尤其你們是偶像團體的時候 我覺得想要別人講得出團員的名字 對啊 真的很難 以前也會覺得很生氣 哥當現在去看到很多年輕 團體的時候 才知道那時候大家的辛苦 對 因為真的很難認 那麼多人 然後團體又這麼多 我現在至少可以認出來 他是那個龍鼻的人 對...很明確的 不能呼吸那一位 今天他們要講他們區別的事情呢 我覺得王月他是要來控訴你 我也覺得 他今天完全是衝給我來 怎麼會呢 歡迎各位來賓請坐 歡迎 天啊 因為我剛才在後台閱讀你的故事的時候 我就一直冷汗直流 想說你每一個故事 都說某位藝人怎麼樣... 可是其實那個某位藝人 就是在說我 真的嗎 王月要講他吃憋的定義 非常的廣泛 門檻過低 就是說他只要邀對方演舞台劇 對方不演 他就覺得他吃憋了 那我覺得我親耳聽過他YS 大概八次的 八次的 可是他沒有讓我受傷 我要講的是特別受傷的經驗 因為通常我覺得我在民間... 我覺得年輕所跳真的是 大家都對我很好 妳說妳出道以來 就是大家應該認得妳很廣泛 對 而且我很家庭主婦派嘛 所以也都很受歡迎 然後也都會打折啊 送小菜啊 甚至後來都會說有個私房菜 讓我帶回去給國學老師吃 所以完全無往不利 沒問題的 我反而覺得是 我的另外一個職稱 就是屏風表演班的劇目監製 我就很吃不開 只是指妳要別人演的時候 也別人不演而已吧 譬如說像妳在台灣喔 妳亮出我是王月 而且親自打電話 基本上都還是會給妳說 給我們幾天 我們來喬檔期什麼什麼的 可是呢 像我 曾經有為了一個舞台劇 妳說妳只要亮出王月的名字 打電話去說 我邀妳演出 對方就會立刻說 我們來喬檔期 他們會說我們回去看檔期 而且一定會說 非常謝謝月姐 真的假的 所以我就是說非常... 你也謝謝月姐過啦 對 因為我雖然最後都推到 可是我前面會先把 整個屏風表演班 還有我對國學老師的尊崇 講得是非常的淋漓盡致 然後最後再說 但是我比較沒有時間 演這個舞台劇 因為要陪家人啊 小孩什麼的 可是前面好話 我會把它說盡 所以我就不會覺得我吃邊 只要演舞台劇的人很少是不是 就是有很多種不同的理由 像有一次我就打到香港了 然後我就跟她講 這個戲多麼的適合他們家的藝人 然後再來就說 因為她也很久沒有跟台灣人見面啦 然後我們都很想念她 妳現在就告訴她 說這個戲多適合她 我聽聽看 妳亮出來的理由是什麼 可是我會講劇名這樣子 不要說西出陽關的劇 如果適合S 妳會怎麼說服她 妳就會看到說 我甚至都會幫妳把這個角色 歌女的咪咪 跟在大陸四十年前的那個楊蕙銘 我要兩人一腳 而且我讓妳 就是一個歌女咪咪 歌女的咪咪 裸上身就是說 妳會演到的 妳會演到的是一個... 歌女叫做咪咪是不是 沒有 妳會演到一個角色是 就是鼓勵再加上金大班 再加上范冰冰 然後呢 這樣的一個... 超值得挑戰啊 而且我讓妳唱現場 而且讓妳知道說 王昭君這首歌 妳的汗越貓越多 從心燃起所有人 對這歌曲的喜愛 就好像陳可信導演的甜蜜蜜 可是月姐我怕我做不來耶 沒有關係 屏風 她是一個鍍金班 她培養了多少影帝影后 難道妳就要一直主持嗎 就好像曾國城說的 難道妳要一直主持嗎 主持帝 對 妳那麼有意思會 對 然後妳需要的是一個 更大的容器 應該要燃燒自己啊 對 更大的容器來燃燒自己 可是妳們一個禮拜要彩牌幾天啊 我們可以到妳家彩牌 這個是沒有的 對 妳講的每一件 妳覺得迷人的事情 對他們就會鬧腫來講 可能就是越聽越害怕的 可能就像曾國城說的 他說 一個會演戲的演員 不一定要會主持 但是一個好的主持人 他一定要會演戲 妳聽到沒有 金大帆多適合妳演戲 我超想演的 妳不想穿完禮服唱歌嗎 她的現場 她的現場 演巩俐的角色 可是她這樣講的時候妳都... 因為她覺得她付出 她的生命在打動妳 可是妳怎麼好意思一直退 因為我是會很害怕 就像說天心那時候 來演我們的 真婚起事的女主角 她當下我看到她 她推掉的是400萬的契約 可是之後她就 一路是個標準的演員 她還敢去大陸接戲 她後來也拿了影后 我覺得這樣 我們都看到了楊麗英 看到林美秀 看到這麼多的影后們 她們都是一個舞台區的養成 所以妳心裡 永遠是想要對那個男明星說 妳就是因為演技不夠好 才接不到真正的作品是不是 我的意思應該是說 那這樣子妳能撐多久 所以妳... 到目前為止 王月獎的話 她真的有生氣耶 沒有...不會... 不是 這樣王月獎的話 對方下得了台嗎 不會...我沒有講出口 妳的潛台詞是... 對 我的潛台詞 所以我推掉妳的戲的時候 妳的潛台詞也是這樣 不會...因為妳真的很真誠 我不管妳 雖然說因為現在的... 現在的節目效果 妳都講成這樣 其實我真的覺得 妳真的在看 妳真的在看時間 所以我都覺得不會 妳真的在看時間 我真的在看時間 妳看 我一直在看啊 可是我覺得 我真的有掉出眼淚是有一次 跟我們無關吧 跟妳無關 就是有一次... 那故事不是講妳喔 不是...我們有一次就演出嘛 然後呢 這個人呢 她是我們劇中演員的朋友 對 也是藝人 對 也跟妳很熟 一個男生 然後我也曾經教過她 她算是我的學生 然後我就... 所以我的講話就會比較 不那麼的客套 我就會說 某某某 你該來練功 因為我看她一直是夜店咖 對 然後所以我覺得 她應該要來練功 然後我就這樣講 可是她當下給我的反應是 就是...她有講一句話 可是因為我記性不好 她的意思就是說 我感覺 因為我感覺就是說 好像是在講 我哪有那個時間啊 或者是我怎麼可能 來弄這個舞台去 可是你看我那麼有自信的人 她如果不是... 因為我忘記那句 她講什麼台詞 因為她那句可能是說 我覺得我怕我演不好吧 她就是沒講這個話 講這個話就很明確 所以她講的話可能是說 我哪有空搞這種東西啊 對 我覺得類似 因為她一定有講一句話 然後我當下眼淚就這樣噴出來了 她是看點跟我講的啊 對啊 不是 因為看點見完王月之後 就來跟我講說 我很記得這句話啊 Oh my God 夜姐 看見我 看見我 夜姐 你應該很明顯的 聽出來他們兩個 是在節目上的一種效果 沒有 是真的 真的是不是 等一下 你那種當場落淚 那對方怎麼下得了台 沒有 我就掉下來之後 然後她就說 夜姐...然後我就... 然後呢 等不用再說之後 當然有在透過這個演員 來跟我講說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她就說那個... 另外那個男演員的意思是說 她沒有...她不敢玩舞台劇 她覺得什麼事 沒有這個勇氣 你不是要做演員嗎 那你為什麼不要去學一個表演呢 是 是 要靠你俏美的臉 對 有感覺嗎 沒有...就是有這麼一回事 妳心裡面的獨白 沒有講出來就對了 以及我的潛台詞 妳不是個演員嗎 我覺得我完全接受她的說法 也完全接受她的道歉 是我多想了 但是我另外一句潛台詞就是 我這輩子 再也不會提出任何的邀請 對 我這輩子 Never again 我覺得妳潛台詞很多耶 潛台詞 因為我另外一個潛台詞就是 恭喜發財 恭喜發財 有沒有那個嘛 又不是敗妳 請問妳過年有沒有收到 王月宇宙給妳四個字恭喜發財 沒有 什麼 王月宇出驚人 披風特禮小鐘條款 可是有時候 因為我去面之後 演出真的還是不怎麼樣呢 小鐘 沒有啦 王月姐 她是我好朋友 妳說話不責任 我國宇宙也為了她把劇本都改 那國宇宙為了她 做了一個整個know how的表演 我才有訓練方法 對 小鐘 就說像小鐘這樣的講 都可以 教的會對 就是小鐘小反 就是怎麼說呢 那一定是小鐘 妳們為了她改 會不會有人一時熱情燃燒 答應了演出 就去排練兩三次以後 就怕到跟你求饒說 她真的受不了了 應該也有吧 我覺得開始排之後 大家都留下 因為她知道說 天啊 這是個寶庫 可是有沒有經過訓練之後 演出真的還是不怎麼樣呢 小鐘 沒有啦 沒有啦 王月姐 她是我好朋友 妳說話要負責任 她是唯一一個 進了屏風之後 出了屏風 我們沒有讓她進步的 在演戲上 這是唯一的 而且國宇也是覺得說 有點惋惜 然後包括說 國宇也為了她 把劇本都改了 就是說她真的是一個 妳完全是因為 最新的廣東木曜粉 妳這樣講對不對 已經沒有那些品牌 對 小鐘的版本 OK 那非常好 得起發財 她在上面講台詞 其實還真的不像 去屏風表演班演過 可是月姐 你們那個訓練過程 出了什麼問題 為什麼沒有訓練成功 所以後來國宇就為了她 做了一個整個 know how的表演 表演訓練方法 就是說 像小鐘那樣的人 都可以交得會才對 小鐘條款 就是怎麼說呢 屏風為了她改耶 因為她在台上 她真的變成了 有手不會動 有腳不會走 後來國宇改的劇本 讓她還不是走上台坐下來 直接在暗場的時候 坐下來彈其他 就不要讓她走路了 對 然後等到要換場的時候 我們也是暗燈之後 妳再走路 怎麼會這樣 小鐘在節目中都會走路啊 她在台上 我的路是很難的 能夠... 我們不要講活在角色內 就光能夠自由地行走 這個都很難的 妳這句話 有當面告訴過小鐘嗎 還沒... 妳在我們節目講過話 可是她自己也表現得非常好啊 她又沒有做演員 她現在是魔術師 她不是魔術師 還要當歌手 所以她當歌手也很好啊 而且我覺得 她有不同的歷練 我相信她再回到舞台 別說了 她最近跟小董一次對話 我也是很難過 怎麼了 就是說 後來小董有一次 在宣傳我們的西出陽關 然後跟小鐘就同一個通告 然後她後來 因為我最近有跟小董跪下 會不會講太多了 為什麼要跪啊 好精采 快說 屏風演劇場 需要做最後一次彩排的時候 她不見了 她不見了 然後呢 她經濟公司也不知道 我們也不知道 原來她有一個大陸的商演 她非去不可 不然人家會告她 OK 然後呢 可是 我後來我們進了劇場 在城市舞台 化妝台 我知道她在台上都走了 一切都進入狀況 但是我到化妝室的時候 我一看到董哥 我就跪下來了 然後我就說 董哥 今天真的不是... 今天真的不是拍電影 拍電視劇 我每餐訂的便當 是60個便當 代表我每一場演出 是台前 台後 行政 表演 技術 至公60個人的心血 我承諾的是每一場 1000多個觀眾 我不能有任何的閃失 所以董哥 請你不能再消失 董哥馬上跪下來 我們就抱疼痛哭 她就說 月姐 一定要原諒我 我願意做任何一切事情 請你再給我一次機會 然後我也知道說 董哥是一個很善良的人 她真的一定是情非得意 然後所以我也當然說沒問題 只是我想讓你知道 因為真的是特別特別的可怕 然後也包括 後來我就請了一個預備演員 我每一場付她的演出費 二分之一 她每一場stand by 到現在 每一場到 因為我都怕有任何差池 庭峰通常是會有A卡 A卡司跟B組來 萬一要備胎的話 可以上的嗎 我們事前都會告知 所以董志成那個角色 是只有董志成一個人演的 對 然後她有一場消失 其實她只是在最後彩排 對 她並沒有在演出的時候 可是這件事聽起來不合理 她可以跟劇傳請假不是嗎 對啊 可是因為她一定... 我們一定不讓嘛 我們一定會不放 那妳如果不放就不能... 她就只好不告而別對不對 對 而且她也絕對 覺得還可以的 在後台跪下抱頭痛 然後是因為她 沒有出現一次彩排嗎 妳這樣 我不聽到她有聲 沒有... 所以董哥也不見得 有多大的罪過啦 所以就不用恭喜她發財 我覺得她就是一個... 我也跟董哥講 我說... 妳剛剛講這句話 應該有多罪過 不會...沒事... 對 因為我覺得你可以不接 但你接之後 你就必須要對這個事情負責 憑空可以不做事 但我一... 但是我不好照 我久不見了 我沒有... 沒有... 沒事... 我都要好住喔 好沒事... 在後台跪下之後 別的工作人員 要全部一起跪嗎 就是要像楊家... 楊門女這樣這樣 學那一句一跪大家都跪 妳那擺花的還不跪啊 這當然啊 所以我還沒講到 就有一次呢 他們小董呢 跟小鐘呢 就一起上節目 後來小鐘就是... 一副就是跟舞台劇撇開關係 然後他只跟小董 他也不敢說 他也演過屏風的戲 然後他只跟小董說 舞台劇真的好難 沒有一刻一分一秒可以放空 他說不像錄個節目 我們都還可以放空 就錄完了 就OK的領個錢了 他也知道這是很難的 可是他並沒有不屑 他只知道說這是很難的 對... 所以丞翰姐那次演出 是有獲得好評嗎 很好評 而且他演個超好笑的 他演超適合舞台劇的啊 馬上推出去啊 這樣嗎 不願意再演啊 願意啊 很願意耶 真的 我覺得... 沒有 因為妳上次回來 就跟我說說 老子再也不演了 好嚴重喔 他上次不然在化妝間摔椅子嗎 就說老子什麼 應該叫我不演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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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嫌角色的小嗎 沒有... 我們演得很開心 我很喜歡表演 因為月姐她回來拿著海報 跟我們說為什麼 她沒有排在中間 而且她不是想說 憑什麼她跟狄智傑 share這個角色 哇塞... 妳知道妳現在這樣化妝以後 妳外也沒有用 對啊 我就是這樣 大家這種雙面型的演員 在那邊好像表現得 很願意學習 可是來我們這邊 就講一些舞台劇的壞話 這也是很傷人吧 月姐她不會被你們挑撥的 因為她真的很誠懇 她是 她沒有講那些話 而且大家也不要再相信 她們兩個都為了她 背多少黑鍋 他們兩個一樣 後來廣告都怕接的 所以都有... 所以都有... 其他事情沒有吃不開 就你去餐廳 一定有人請你或打折 然後去菜市場 一定有人送你一把蔥什麼 這些都有是不是 好 那你聽到他們四個故事 也許會好過一點吧 因為馬國賢就是 被他們大樓的管理員認不出來 是你居住的管理... 我居住的管理員 因為我現在我最近搬新家 但是我在搬... 我最近剛搬進去 但是我在搬進去之前呢 我先裝潢 那裝潢到我就是偶爾 我會去看一下 看他工程進度到什麼地方 那其實管理員也看過 我兩、三次了 那我想說應該都熟了 那有一天我要去的時候 因為我出門太忙 我就忘了帶紙卡 那我想說麻煩他幫我開一下 我說那個不好意思 你可以幫我開一下嗎 他說你是... 我說我是... 我是馬國賢 他說對 那怎麼樣 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我住這裡 我說對 那... 證明 我說你不是看過我嗎 而且我記得 我第一次跟他見面的時候 旁邊有總幹事 就已經介紹過 因為總幹事有認出我來 結果跟他講說 我這邊有什麼名人住什麼... 這位管理先生是很年長嗎 也還好 就大概差不多五十...四五十歲左右 可是我覺得他很敬業耶 他很認真的管理那棟大樓啊 他沒有要輕易放鞋扎人 管理員不是應該記得住戶的臉嗎 可是他應該要記得我啊 因為我... 而且我不是說第一次跟他見面 也不是說第二次 他已經看過我 大概至少有三次應該有 好死不死 他那時候要我證明的時候 我還突然想不到我住幾號 因為我剛剛搬進去 我第一次我也不記得 我都仔細的說 我住好像就是旁邊 我就指給他看哪一棟 他說你這樣死不太行喔 我說什麼 什麼東西 他沒看過我嗎 我這樣只給你看你還不行喔 還是說他想要跟你 一搭一唱的開一些玩笑 他表情很嚴肅 就我也沒有想要跟他 開玩笑的意思 後來是豪賢那個什麼 總幹事有... 好像有看到... 就走出來的時候 剛好有看到我在跟... 總幹事還滿閒的嘛 一直出現 因為總幹事他一定要 在社區裡面常常在... 他上班時期就要在那巡邏嘛 他看到 他趕快過來 總幹事認得你嗎 總幹事認得我 你們那個住處是很多人嗎 整棟也... 整個社區一百多戶啊 一百多戶啊 而且可是入住率只有四成 所以等於大概才四五十戶不到啊 所以他是不高興 他不喜歡你是不是 我不知道 就是他有時候 可是他有時候看到我 早上我出門的時候 他看到我他又跟我打招呼 你好... 可是回到家 反正是誰 我們就是很奇怪的一個人 你知道嗎 他就住去只有四成 那個管理員一定很無聊啊 他就想要找人家探談啊 黃小柔想攻棄私用卷 當場吃的閉門根 我們本來朋友約要吃飯 然後就打去 為了不好意思 我想要定位 大小我們今天定位全滿了 你如果要再來的話 可能要九點半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是那個藝人黃小柔 找藝人兩個人嗎 對 然後對方就說 黃小柔玩黃小谷耶 對 我說我真的是 那個過世上的藝人黃小柔 對 結果第二次有成功嗎 我就說 張蕾也在等啊 張蕾也在等啊 沒有解 聽起來可能是生理上 他就是到夜晚會遺忘什麼 之類的吧 就很怪 哪有這種人就是 而且那個是我家前門的管理員 我家後門的管理員更妙了 就是因為後面... 前面是管大門嘛 那個大廳嘛 後面那個他是管那個車道 就車子開進去的那個車道 然後因為我那個遙控器 也買不便宜耶 結果有一次我就是要開車下去 然後我那個感應的那個地方 沒有辦法感應 然後我就想說 因為剛好他那個少廷在旁邊 然後我就跟他揮一下什麼 我說拜託幫我開一下那個... 那個柵欄 然後他就看 然後他就走出來 你是... 我是住戶 你大名是馬國賢 那要幹嘛 我開車 我要停車啊 我就說我前面有寫 因為我有停車證了 而且我上面有寫幾號幾樓 你還要問我為什麼 然後他也看了半天 然後後來問 我就不想回答他 然後他也不回答我囉 他就在看我 然後我就在看他 然後我就... 我說現在是怎樣 你看我幹嘛 應該是前後門管理員 我覺得就是一個鬼大樓啊 後來我不知道他要幹嘛 那你為什麼不指那個證 給他看說證件就有了 他看 他就在那邊看 他看半天喔 我說那一張證 也不會就這麼大 你需要看那麼久嗎 後來我是生氣 我下次我說你要死給我 我自己把那個門打開 然後我自己開下去 可是好像所有的大樓管理員 都很不曉得讓馬國賢 進去那棟大樓 包括 包括這一棟大樓 所以中天大樓也沒有要讓你 我們大樓也不讓你進來嗎 剛剛...我剛剛... 今天錄影前 對 我今天錄影之前嘛 然後我... 因為我急有點晚了 然後我就有點趕 然後因為停車場... 停車場在後面 然後我把車停在後面 然後從後門走進來比較快 那我就想說方便 趕快就從後門上來 我要上來的時候 就突然有個人突然擋我 先生 你要幹嘛 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我要來工作啊 什麼工作啊 不好意思 我錄影 錄什麼 康熙 我就說康熙 然後她說 我看一下我沒轍啦 我知道 我就繞一大圈 從前門下上來啊 結果後來我上來沒多久之後 後面有一個藝人到了 然後大家就問說 你從後面進來了 後門 那個藝人誰 他 張克帆順利從同一個地方進來 他在我後面... 所以那個警衛讓你走那個門 克帆 那個警衛沒有擋你 我先發難 不好意思 大哥 我就有點感興 我有點遲到了 麻煩通融一下 他沒有講話 他是這樣...我是... 所以馬國賢一定是你態度很差 我們有超客氣好不好 我對運動工作人員我都很客氣 沒有... 年紀相反 但不投輪 他每天追著馬國賢 你一直進去 他進入大樓 這種警衛不錯啊 這樣安管這個出入 不是 那放得過你不放他 這說不過去啦 是不是大小的 會不會你看起來就... 因為同樣都是紅孩兒的啊 對啊 紅孩兒 算了啦 還是我剛剛連從正門 他還不讓我進來 你正門進不來 怎麼可能 剛剛我跟我今天要從正門進來 他說等一下...你要幹嘛 我說錄康熙啊 沒有我名字 沒有你名字 只有單位 沒有我名字 然後不能上來 我們跟警衛講好久會管理人 然後才讓我們上來 為什麼不打給我們的工作人員 下去接你 就本來要打 後來還好就另外一位 比較資深過來 好啦...OK 我真的在下面弄超久的 可是我剛剛來的時候 他都會說王小姐好耶 你不要講我那個屁股 誰敢得罪你 你不能比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王小姐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那個管理人 他其實也是行人方便 如果你進來的時候是這樣 對... 應該都要這樣啊 他們兩個一直這樣 我剛才進來 我拿到爸爸 我幾乎是90度 要這樣進來的耶 真的啊 你遇到管理人 你就是二話不說 喊他大哥 你一定暢行無阻的啊 我都叫大哥啊 他居然比我小的 看他好像這樣 大哥... 但是別人自己 一定要先反省自己的態度 是不是出了問題 可是克帆說 他有一次去排隊 對方不讓他插隊 是讓你插隊耶 是某個店家嗎 那天我們兩個 去排一個火鍋店 類似就是那種吃到飽那種 但前面有排隊 然後我就戴一個帽子 穿了一個那個高爾夫球衣 我排...排到我第三個 然後他跟小鐘就在後面 你排第三個已經很近了 我幫他們排 他們先去買別的東西吃 可是還是要等15分鐘 二、三十分鐘那一種 就是逛不出桌子來 對 沒有桌子 然後就等等... 結果他晃過來的時候 老闆就... 就把他叫進去了耶 然後他就經過我的時候 還很拽喔 這樣 可以啦 走 那你是把衣領豎起來 擋住臉什麼的 老闆如果要給一人行方便 他一定會讓其他的客人 覺得你們是有定位的 還是說馬國賢比較常去那一家 就後來半年後就倒的那一家 因為我比較常去吃啦 所以老闆比較熟 對 老闆比較熟 常去吃的他一定會熟 他就比較給你方便這樣 可是你當時走過他身邊的時候 拍一下張可凡是真的在炫耀說 你看你搞什麼 沒有啦 就是說加拉豬可以進去了 我這什麼好炫耀的餐 不就吃個飯而已啊 小柔打電話去 訂不到的時候是說 一開始就亮出黃小柔三個字嗎 當然不可能一開始就亮出來啊 就是因為我們本來朋友 約要吃飯 然後他們就很想要吃那個餐廳 但是就是訂不到 也是火鍋嗎 不是 不是 是燒烤 我想說好吧 反正就試試嘛 可以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就打去 喂 不好意思 我想要訂位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訂位全滿囉 你如果要再來的話 可能要9點半 我說不好意思 可是因為我們今天 有比較重要的聚會 我希望可以訂到7點的 那我可以麻煩你嗎 不行喔 我們現在有司機組的訂位 要不然這樣子你留個電話 我們再打電話給你好了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想說 頭給他洗下去好了 我就說不好意思 我是那個藝人黃小柔 找一個藝人嗎 對 你不要跟你講 不是 因為 你知道就是 我朋友就是 我是藝人黃小柔 你講的是不是這種話 但也是藝人黃小柔 而且講完都臉都好 妳可以找到青春少女團體好了 沒有 就說我是藝人黃小柔 然後我以為就是可能 其實我自己心裡想說 我可以馬上回家 妳也不是這樣 人家已經拒絕得很徹底了耶 十幾組在等 對啊 沒有 我想說就是一試嘛 試試看嘛 因為他們就真的很想去吃啊 我說我是藝人黃小柔 妳朋友在旁邊聽嗎 對啊 就是他們在旁邊 他們在電話旁邊聽嗎 沒有 我的手機 他們就是聽不到 請我再訂一次 然後我就現場 然後我是藝人黃小柔 然後對方就說 黃小柔我還黃小子 妳請 她不可能講這種話 真的 我說不好意思... 我說我真的是 那個電視上那個藝人黃小柔 你還講 妳還跟他解釋了 還電視上那個藝人 妳剛剛不是說妳臉很薄嗎 不是 因為我就想說 自然頭都洗下去就要... 就飲室嘛 結果第二次有成功嗎 她就說 張惠也在等啊 張惠也在等啊 然後我就... 張惠也在等啊 謝謝... 就... 你應該再也不去那家餐廳 她再不去啊 張惠也在等 這就把你冒得出來 這個人也算是滿沒禮貌的耶 對啊 真的是 而且除了像這樣子 因為我很怕... 那妳後來怎麼跟妳朋友講 沒有啊 我就直接就翻臉 我就不想跟他們講話 我就說我去哪裡吃都好 可是我也是常講小S耶 但是我不會動用到說藝人小S 妳的定位史 我在後台根本耳朵... 親耳聽到無數次啊... 她就是不斷的要用到... 她就要打去說 不好意思 我是小S這樣 然後我就替她捏一把冷汗 我想說如果吃憋怎麼辦 我有吃憋過 我說不好意思 我是那個小S啦 她就說誰 我說小S 她說誰 我說 視線一點 張惠煩發放前後差異大 遭海關人員當中調查 過海關的時候她就... 是滿好的啊 她就讓過 然後她就問那個櫃檯小姐 妳認不認到我還要張扣嗎 那是張 那認不認她吃我 她誰啊 那時候剛放起來的時候 她就看到排到這裡 她就... 不是啊 還加這一句 有一次也是被朋友拱 然後也是去餐廳 那一次更丟臉 就是... 還可以更丟臉 那一天也是就是排隊這樣 然後她們我也不知道 她們就很喜歡吃排隊的餐廳 然後後來那天我一到 然後她們就說 我已經等了半個小時 我想妳去啊 妳去跟那個排... 排的那個妹妹講一下 妳就去跟她講 她會跟你排 她會把你排很前面 我說真的嗎 她說對啊... 然後我想說好吧 然後我就走過去 我就這樣 小姐 不好意思 請問我的位子到了嗎 然後她就說 她就這樣抬頭起來看我 然後她看了這樣 歸姓 然後我就說 姓黃 然後我說 可是定位不是我的名字 是我朋友的名字 但是因為我們就是... 一起的 就是在這邊 她已經給我一個硬棍的時候 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講 然後我兩邊就... 然後我就... 請問一下 可以... 那我們插個盾嗎 然後她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我跟妳說 因為叫妳說 她如果認出妳來 她當下第一秒對妳說 小柔 因為通常就是... 妳反而一個笑臉有個屁用啊 不是 我想說她會認出來 會說... 黃小柔 對... 我好喜歡妳喔 然後她就這樣 就會幫妳瞧位子 可是她就這樣看我 然後她就這樣... 她就這樣... 然後就這樣... 她沒有反應 她沒有反應 所以她根本不認識妳啊 她不認識我啊 因為妳沒有抱全名 妳只說妳姓黃 沒有 她整個臉 就已經露在那邊了耶 她如果認得出來 妳是不是會素顏 沒有 如果素顏 我有化妝沒化妝都一樣啊 因為我知道妳的心情 因為通常已經露臉了 她第一秒 她如果看到妳的話 她就會姿態有點軟 我覺得最起碼 就是她讓我很失落的是 最起碼她連認都沒認出來 因為有的時候 比如說帶著我公婆 或是我老公 沒有定位的餐廳 然後那家很熱門 我通常就是我老公 然後我會先進去問說 有沒有位子 然後我都是會緩緩的進去 然後就把墨鏡拆下來 然後看那個店員 然後他們就會說 然後也是會偶爾幾次 就這樣走進去 然後墨鏡拆下來 她這樣 然後我就會再把墨鏡帶起來 然後就是假裝好像回來 就是也沒有這樣 對... 因為妳就是要抓第一秒 她那個沒有... 對啊 這樣自己走 一秒沒有妳笑 沒有花過了 妳就趕快... 然後妳就想說 不要...趕快...快閃 就是不要讓現場就是尷尬的 那種 第一秒沒有就沒有了 我會讀得出來 對方有沒有認出我 可是有時候是墨鏡拆下來 那一瞬間 她才知道是妳啊 我就是不... 我就是會看一眼 然後對方... 這邊一有紋路表 是要笑了 我就放心 那她如果完全沒有的話 我就說 然後我就走掉 就是不要勉強 真的不要勉強 可是我會笑容的原因 是因為我想說大家都知道我 比如說我虎牙或什麼的 可能這樣看就不出來 可是我想... 她就... 妳真的弄錯狀態 不是用牙的問題嗎 好難過 然後我就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跟我說 不好意思 我講說 你們所有人要講什麼 我都不要講我 一樣丟臉的事情 GINO也有啊 因為她也是... 她特別把口罩拿下 好像是要拍照對不對 沒有 就是... 有一個護士嗎 有一個... 那時候就是我有養貓咪嘛 有寵物 那時候有朋友介紹說 有一家非常有名 那我就想說帶得過去 那第一次去 想說畢竟是個藝人 我就戴著帽子 然後戴口罩 我想說重點是貓 走進去然後掛號完之後 就看看... 牆壁上好多藝人的照片 表示很多藝人帶寵物來這邊 那我想說 那這樣子會不會有一些方便 因為這家醫院是任藝人的 對 口罩也拿掉 帽子也拿掉 整台妝髮一下這樣 馬上就叫到我了 帶我的帽就進去 進去的時候 護士小姐看著我 一個好可愛 很勉腆對著我笑 我真的皺笑 有用 然後趕快看 然後很細心 然後那護士小姐一直對著我笑 然後最後出來等結帳了 那小姐當然就忍不住了 她說...她就說 對不起 可不可以拍照 我說好 沒有問題這樣 我就整理了一下 她就拿相機出來 準備要拍照 她就看著我 她說 不好意思 好丟臉喔 沒有辦法先拍貓 OK... 我就抱著貓起來就一起拍 她說 對不起 我們可以只拍貓嗎 我們要做存檔的 好像很丟臉耶 她上次我說 好... 我就把貓放在旁邊 然後拍完之後 我看了一下 我想說 是不是要先拍貓再拍我 她說 好 總共750塊 就是她從頭到尾都沒有認出你來 就這樣拍嗎 我不知道有沒有認出來 可是重點就是 你明明就是要拍藝人的一家店啊 為什麼沒有要拍我 這護士也很鐵面無私耶 對啊 就算認不出Gino 不是也是個帥哥嗎 就是拍一下就拍一下 就是我沒有看到有... 看到小豬或看到歐弟啊 就是不拍 這很丟臉 這個還好一個更丟臉 如果有人對著你笑 也千萬不要以為就是好事 因為有一次 我是真的要趕去東南亞拍戲 可是遲到 我們衝到機場Check in 然後有一個空姐 非常笑容可舉 好像是一個你的朋友一樣說 沒關係...來... 我們來商務艙這邊 我幫你Check in這樣 我說真的嗎 她說對 很...很熱心 然後我... 對 幫我就直接升級 然後我進進來說 不錯嘛 雖然已經不是偶像團體了 還是很吃得開 還幫我們帶到VIP室 然後我坐下這樣 然後放好行李 我就說謝謝...非常... 謝謝你幫忙這樣子 我說我快來不及 我不待了這樣 她說那沒關係 那可不可以請你幫我簽個名 是 我說當然可以啊 你幫我那麼多忙了 簽完名她就很高興 這樣旁邊說 你好喜歡那首歌 你可不可以再唱一遍 哪有這種...還要唱歌 我想說好啦 幫了這麼多忙 因為我差點來不及 我說那你說哪一首我唱啊 她說那主題曲那個原來愛啊 原來愛啊 阿Ben 阿Ben有唱過這首嗎 白吉聖 我說 我有唱過這首嗎 她說 你不是阿Ben嗎 我說 我不是 可是這首你也被升等了啊 對啊 對 可是重點忽然她... 她可能不好意思反悔 說不給你升等了吧 當然 可是她本來一次都很親切 像是女朋友一樣說忽然就說 那請你好好休息 那我們這些餐點跟雜誌 你可以自行取悅 那在那邊等候登機時間 有什麼問題的話 請找櫃台人員 然後就走掉了 有人是認得當面跟你說 他當然知道洪孩兒 當然知道張克帆 可是看著你本人 卻不知道你就是張克帆嗎 我到內地嘛 因為我在內地自己有出過片 然後可是那時候是瘦的時候 然後就...我朋友就很賤啊 就...就那一次那一個旅程 所以就一直被...被刀 就過海關的時候 他就... 吃不好 吃滿好的啊 然後就讓我過 然後我朋友就說 你那照片跟你稱差很多 我說對啊 那個剛胖起來的時候 他就去...跟我去Check in 然後他就問那個櫃台小姐 你認不認那洪孩兒張克帆 認識啊 那你認不認他指我 他就是那時候剛胖起來的時候 那你不是心裡面很暗淡嗎 就很暗淡啊 而且到底要不要承認 你就是張克帆本人 就...對 而且他最後還Check一次 因為他看到台胞證 他就... 還加這一句 然後還是有吃我一盤水果 對 然後... 有一招還滿好用的 可以跟大家講 你到了夜市 總不會是跟餐廳 我有一次到永和的那個樂華夜市 裡面有一個做青木瓜的 那個老闆很逗 他永遠就是 他只能兩分鐘弄一份 所以外面永遠是排那種三、四十個 他好不容易有一次就是有一個 就大概排第三個的一個學生 就認出我來這樣 這樣 然後我就... 你在很後面 對 然後他就跟我比 拍照 然後我就... 靈機一動 這是什麼意思啊 難喔 我說他多買一份 誰看得懂啊 就...他看得懂啊 我還...我還再繼續比喔 就是說你多買一份 然後我去買兩個飲料送給你 他有看懂嗎 這一切 他看懂了 他完全看懂了 然後我們... 就很像在玩超級平靈 然後我們還不敢再一排人 在那邊交易喔 所以我還就偷偷地跑到旁邊 去買飲料 然後飲料在那個飲料攤那邊 就等他 還怕他跑不見 然後他就...過來 然後就一手... 這個交換飲料 一手拿那一份 我真的省了40分鐘的排隊 你剛剛那個不好懂 你那個手勢不好懂 沒有 我看不懂 那你為什麼不就放棄 你自己在隊伍中的位子 走到前方去告訴他說 因為萬一那個人不幫他買的話 他又回去了 我剛剛看我完全會錯意 而且以為說 我只愛你一個人 待會兒你拍個照 好嗎 我的事也不是這樣耶 所以我以為他在把妹啊 對啊 是把妹啊 就是男的 男生... 可是我覺得有時候被認出來 其實也不是個好事 因為我覺得有些人會故意奚落 真的嗎 現在應該不會經歷這些吧 我被奚落過 怎麼奚落妳 就是有一次就是去一個部落 然後就是... 就是是原住民開的店這樣子 然後他那個攤子其實也不大 然後所以他講話是很... 是聽得到的 你知道原住民的廢活量 就很大這樣 然後他就... 用我聽得到的聲音就說 老闆...那個是... 電視上那個藝人黃小柔 然後... 然後後來他老闆就... 然後就繼續再做 他說老闆... 有藝人... 然後那老闆就說 藝人也是人啊 然後他說什麼 我們都是一樣的 什麼 開始在那邊講 然後最後開始了 他說我們都是一樣的 他喝什麼人排走路 我們是喝三豬走路 都是一樣的 然後就所有人就上 走過來看我 然後我就說 我們先走了好不好 不要在那邊吃好不好 然後我就... 正要走的時候 他還不放過你 他就說... 對... 然後後來我已經走了 然後還有這個 衝突就要走 然後他就說 天啊 我也是去花蓮玩 你知道嗎 然後因為... 因為他們那邊有一個 很有名叫炸彈餅 可是他們炸彈餅 好幾攤在一起 你不知道哪一個是真的 對 我必須獻出我藝人的身分 然後讓他們自己來認我 後來他說 讓他們自己來認你 他就這樣好大聲 很大聲 太心通 可是那另外一攤 那兩個假的呢 他就另外一攤又開始喊 不知道哪一間就做到 月姐的這一次的那個 演出卡是起碼邀約順利 大家都有乖乖彩排吧 對...而且其實西出陽關 是一個國修老師的 經典三大名劇 對 他的故事是 就是他是跟 《經濟啟示錄女兒紅》 跟西出陽關是一起齊迷的 藝術高度 那他的故事其實 就像曲友寧導演說的 他真的已經不能說 他是一個舞台劇 他似乎看到的是一部電影 而且正確的就像一個鐵達尼號 他是一個被大時代 所拆散愛情的男人 然後對於那個初戀 他到底可以守候多久 所以他一樣是效忠帶累 然後我們這次也做了150噸 150加倫的水 所以是磅礡的語景 來呈現這樣一個綿延不絕 跨越 然後我覺得很難得的是說 你這樣會看到的是 你會真的非常尊重舞台劇 以及意義 台灣有這麼好的一個 戲劇表現而為驕傲 那他有最高超的導演手法 最精準的演技高度 跟最嚴謹的劇本 所以演出時間 演出時間 我們台北已經演完了 然後感動一票的人 那接著呢 我們會在台中 高雄 台南 桃園 新竹 都會有演出 是 我想這一齣戲 是JS再次錯過演出的機會嗎 下一次你都... 但是可以來做南部看 你都沒看過這部戲 你應該要去看啊 當然 你拭目以待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